作為一個歌手,能夠擁有自己的歌曲,是最快樂的事 所以我今天訪問這位朋友,他應該是快樂加快樂 因為幾年間他擁有很多團歌 而今天他擁有第一首自己個人單曲 歡迎你心靈 多謝 幾年間,女團Color有很好的發展 現在你成為第三位單飛的成員,有自己的歌曲 有什麼感受? 那種感受好像剛剛完成了一個最後一年項目的成員 畢業了 畢業了 要做,終於完成了這個表演的感覺 因為一直以來自己都有很多想法 很多鬼主義,很多想法 終於有一個作品可以讓我丟進去,很開心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心靈的第一首單飛歌,叫Spyling 但Andy聽過,我是意想不到的 因為我早就留意你了 由你女團的階段,我已經留意你了 我覺得其實你挺文青的 我覺得你挺有思考的歌手 我以為你單飛,可能會做一首大家要想很久 要思考那些 思義一點點的 但想不到你一首這麼激跳激唱 還這麼型格的歌 為何會做一首這樣的歌,作為你第一次 其實就是想給我驚喜大家 就是鼓勵不到的,就是出一首,鼓勵不到的歌 其實我覺得這個說法很搞笑 有些人就說,你其實應該是出慢歌 有些人就說,想不到你出慢歌 我以為你會出快歌,你跳那麼久 即是順德過程失手意 因為手掌又是肉,手背又是肉 也不知道出什麼好 所以最後我就選了自己最耐心的想法 因為我自己第一個反應就是 跳舞都伴隨了我這麼多年 即是我手手腳腳,其實走路都想跳舞 停不了 是,一聽到音樂就 因為我有時會自己訂一個房間播歌來跳舞 即是要練一些groove,練那個bounce 那個感覺是怎樣 那我就覺得如果我出第一首歌 我都很想跟跳舞這位朋友一起出 那當然慢歌我都很喜歡 我又不知道原來自己有文青的一面 我自己覺得,我覺得你是有深度的 我記得上次第一次跟我們聊天 做訪問的時候 我覺得你很有思考,很有深度 不過都是第一首,接下來可以有很多可能性 雖然這首我只是跳唱歌 但其實它裏面都很有意思 我也看過裏面的內容 那你有什麼感覺呢? 因為雖然是玩間諜概念 造型又yeah,又in 但其實我很喜歡裏面的中心思想 即是我們生活在現在的社會 現在的世界 經常都要做間諜 經常都要收起自己的真我 是嗎? 那是不是時候要釋放一下真我 是呀 其實這個 都是一個挺有趣的一個故事 因為最初我自己聽到這首歌 寫了一個故事大綱 故事大綱是關於合道的故事 你喜歡這些的 是呀,我聽到這首歌 我就想起 偷東西潛入的異境 即是想起合道羅賓漢的故事 但是跟林姆談完之後 他就說有一個更好玩的 不如我們玩間諜 因為其實我本身是想說 大概是一個合道去偷走了一些靈魂 釋放一些靈魂 去幫一些有需要的人 類似這樣 他就說其實間諜都很相似 因為你想想我們日常裡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即是可能今天要幫我做訪問 明天要幫第二個做訪問 那你都好像有間諜一樣 你要看穿他們 或者他在心裡面怎麼想的呢 找些什麼問題才適合他 即是可能有這樣的角色 但是其實回到家就不需要想那麼多事情 或者想不想那麼多事情的時候 就不想那麼多事情 或者其實就直接一點 我現在就是來問你 不懂得不打圈 其實還好 大家都會自在一點 尤其是現在網絡社會很透明 有時候大家都在做自己 其實這樣也不錯 其實很好 既然你這樣 我就代表所有你的粉絲 所有我們的觀眾 要拆穿這個間諜 最真心的性格 究竟我們在鏡頭以外 或者是歌曲以外 應該看到的心靈 其實你最真的性情是怎樣的 其實我最真的性情就是很安靜的 都說了 我都說一看覺得你是文性 我是很… 我是很… 不喜歡出聲的 是呀 很少的 我可以靜很久的一個人 如果我沒有什麼做 有時候在家裡 真的不出聲的 全天都可以 即是看電影 是會在師範 會在師父上 有時候 nour衲 也是會馬上去打電影 過去在海邊 或是 跟一邊吊魚 聊聊聊天 會是這樣的 非常安靜的生活 其實很多一些 我們他叫男團女團 都知道有很多單選歲選歌 各人都要樹立自己的一個風格 如果你想一直繼續唱的話 讓人覺得心靈是一個什麼歌手 我覺得我自己首先是伴隨著我的 就是形體動作或者肢體動作 因為我自己講話又不是很厲害 寫話又不是很厲害 或者拍攝又不是很厲害 但如果你要有一個語言 是令我最舒服最自在地去表達自己 就是肢體語言 因為其實我不太喜歡講很多話 但我喜歡跳用一些空間 或者是用身體去帶一些感覺出來 我是比較喜歡用形體去表達 我有很多不同的音樂都喜歡 一些很私心烈肺的情歌也很喜歡 一些很輕鬆的R&B也很喜歡 甚至於一些很古代的 因為我自己彈結他也是很古代的 就是愛的浪漫史那種我又很喜歡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東西我都很喜歡 但是我覺得最忠心都是希望 希望每一首歌都有一些 訊息或者故事可以講出來 關於我自己觀察到 或者想很喜歡的一些文化去帶出來 那就行了 因為現在說做樂壇新人很忙 尤其是今年也叫做第一年自己 以個人身份出道 要唱很多歌要派很多歌 既然有這麼多喜愛的音樂類型 就夠用了 會不會今年也會出其他歌 其實我們都是以團的歌 就是重心的 因為我們始終是一個女團 喜歡我們的朋友 都是因為我們是一個女團 七個有不同自己能量的女性 擺在一起成為一個很大的能量 有很多不同層面的女性的元素都在裡面 我覺得團始終就是團 我們有很多東西都是透過團才講出來 當然是有一些餘下的時間才做個人的作品 因為我覺得初心是在團裡 有些人說做第一個壓力很大 但是我覺得做第三個也有第三個壓力 因為可能之前那兩個都會有自己的成績 或者自己的風格說了 你作為第三位單飛的成員 其實你會不會覺得都有壓力 壓力未必是第三個 我自己的壓力是來自於我 究竟有沒有做到我心目中的我自己 我心目中我自己 可能我要做到某一個要求 無論唱、跳、身形管理 各方面表情管理都好 我希望做到一個標準 我覺得Solo這件事就是 讓我知道我還欠些什麼 那你給這首Spyling呢 自己給多少分呢 我覺得我自己的表現是合格多些 但如果團隊上的表現 我覺得已經是很好的 因為很感激我們這次的團隊 無論是填詞、編曲、作曲、NV、排舞師、Dancers、阿維 即他們全部人都擺了很多心機 我只是其中一部分去把它表演出來 其實都是他們的心血 因為整個NV的製作是很細緻的 即所有的美術、服裝、頭髮、化妝 每一個部分都成為一個這麼好的NV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他們是很高分 我自己的表現是合格多些 真的很謙虛 其實我特別喜歡你的歌名 Spyling可以是一個verb 一個動作 我又想起你是一個Spyling 你又叫做零 是否帶零號呢 整個歌名好像有很多解讀 你有沒有什麼心思在裏面 其實這一首歌本身是取材於一本書 叫做《上間諜的思考》 所以英文的歌詞也是 I think like a spy 但Think like a spy 在設計上有點難處理 一直在想用什麼字好呢 想來想去都不如是Spy 而不是是Spy什麼 或者是MustSpy 然後想來想不到 然後上網找 Spyling其實也有這個字 剛好可以用到我的名字 好像很適合 因為有些個人特色 好像你又可以想起 究竟是否一個動作 即是一個Verb 即是一個Verb 發生著的事情 發生著的 還是有沒有特別意思 還是因為你的名字 剛好是Spyling 都是三個字 即是心靈Spyling 所以取了這個字 是給大家有一個空間去玩 那就贏了 但大家每天都在想 還在說你的歌 對吧 還有好像 你今天Spyling了沒有 好像一個問號 我今天Spyling了我老闆 看穿他想要什麼 如果五年之後 我再訪問你 心靈你猜到時你會是怎樣 會是已經開了一個很大型的演唱會 已經出了自己的歌曲 還是你會覺得五年之後 音樂上的心靈會是怎樣 五年之後 我希望我唱歌是非常治癒的 我希望我唱歌的時候 是不用很緊張的 可以很放鬆 唱到一首很感人的歌 我覺得跳唱作品 我很喜歡 我都很希望 還有更多的新嘗試 可能更多的 適合一些 試試混合一些不同的音樂 或者可以跟不同的市場的人 市場的人都可以交流 我希望五年之後 會有這些畫面可以發生 太好了 最後一個問題 你又希望心靈的音樂 可以為你的聽眾 帶來什麼 是否就是心靈上的遺跡 我希望我的歌 可以讓觀眾聽到的時候 有一種力量 可能當你很累 或者很遺忘 或者很不開心 或者有些壓力的時候 然後一聽到就會 有些能力 或者可以突然間放空 因為你聽著那首歌 可能會忘記了你 在困難的事情 那我就冒昧建議你下一首歌的歌名 就叫做雞湯 心靈雞湯 好嗎 加油心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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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